柔佛新山降下好雨 结果因为雨势太大 多个地区出现了闪电水灾 其中在新山市中心 更有大约30辆轿车 受困在积水当中动弹不得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 由于好雨来得又快又急 导致多个地方泛滥成灾 新山中央医院的停车场 更是汪洋一片 土黄色的积水还切断了多条道路 根据了解 大雨是从中午时分就开始下起 一些主要的道路积水甚至高达一米 传出闪电水灾的地区 包括了新山市区 士古来 地步老以及地南区 地南河的水位 更是一度达到26米以上 达到了警戒水平 不过截至下午4点 没有人疏散到救灾中心 警方也证实没有造成人命损失 cede工业 了解 有甚至层的里面 下局 能够的柜 做出门 感谢观看